世界上的地图有很多种 各式各样五花八门 如果您来到一个新的城市 您会想看到什么样的地图呢 有些地图它都是显示 他们那个国家的文的那个语文 可是呢绿色生活地图不需要语文 绿色生活地图跟一般地图有差的地方是 绿色生活地图它的介绍 那个自然景观会比较多 一张地图不需要语言 一张地图代表一个希望 改变就从一张地图开始 教室里的一群小朋友正拿着画笔 一笔一笔地画出自己的校园 想象力在画质上挥洒开来 我是在画那个我们看到那个 那个第二个那个神秘的小屋 老师说它可能是昆虫的蛹 这个是我们在那个 在那个那个梁亭那边看到的特异蜘蛛 一只昆虫一片叶子一棵树都成为小朋友笔下的主角 这堂课可不是普通的美术课 他们是在绘制绿色生活地图 你们在城市里面看到的颜色最多的是什么 白色 绿色很少对不对 所以呢因为这样子才有绿色生活地图的诞生 究竟绿色生活地图是什么样的地图呢 那绿色生活地图呢 主要就是说把一些小关于自然的啦 人文的环保 或者是就是各式各样你觉得对着地球更健康的一些地方 把它放在这个地图上面 那同时呢它有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是 它有一套全世界的所谓的图示 那透过这个图示呢把它标明在地图上面 那对这些景点做很清楚的分类 放在地图上就是一份绿色生活地图 四年多前 荒野保护协会将绿色生活地图的概念 引进台湾 也将这项绿色行动淡入社区和学校 1992年 世界上第一份绿色生活地图在美国永远诞生 随后在短短的几年间 全世界就有39个国家 60多个城市出版了自己的地图 汪汪是台湾绿色生活地图的召集人 他指着一张张社区居民合力完成的手绘地图 说起地图里的故事 在走这个地图的时候呢 发现了像是有两大丛非常大的桂花 刚好是桂花在开的时候 所以他们很高兴就把它那个像命名为桂花像 然后呢 从这边再走进来的时候呢 看到很多像木瓜树啦 或是像是一些绒树啦 或是一些昆虫花草 那这些东西也许以前从来没有去特别去注意到他 或是以前从来没有认识到他 但是就是在绿色生活地图的制作当中呢 就是好像打开了自己的眼睛一样 开始看到身边有些东西原来是以前都忽视掉的 然后他们就很高兴地把它都记录下来 好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森林对不对 好 那这个森林的话要怎么办 好 待会儿你去看找到东西之后 你觉得那个地方很特别有特别的东西 那你就马上跟老师讲 我们就把它画上去 第二个 你们的枝卡要写些什么还记不记得 记得不记得 要写些什么 明天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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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我们好 还有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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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 新店直坛国小的小朋友 正在进行校园探勘的课程 在绘制绿色生活地图过程中 探勘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而校园里的这座小森林 就成为小朋友寻宝探险的好地方 好了 看 鞋子 我要先找大别老师 我们可以先去找什么的老师 我们先找 我们先找 好可爱 看 大别人 哇 你打一招她 我要去找什么 我都不给你看 她可以 好可爱 她很吃一钮 好可爱 拜祭 这边 我们先找 都是什么 什么小的 它都是小蜘蛛 你還在動呢老師 老師他會動耶 對他都會動啊 你仔細看 好噁心喔 趕快轉眼 好可愛喔 你不是牙蟲嗎 牙蟲是昆蟲有指甲 不知道 老師 你怎麼發現的 就是走過來 對啊我走過來的時候 因為我很矮 然後這個是在這邊 然後我就看到整個有黃黃的 我就跑過來看啊 然後我不知道這是蜘蛛啊 我就詳情老師過來這裡看啊 每一種蜘蛛 就是說會結往他們的蜘蛛 他們會有辦法 比如說他可以抓住網 同時呢也可以讓這個網 他可以放開 所以說媽媽蜘蛛網 就是小蜘蛛 其實還是可以走得掉 所以不用擔心 好你先把它寫下來 那你看到這個蜘蛛 很特別的感受是什麼 你們也可以寫寫看 蜘蛛媽媽很厲害 一次可以生產 這麼多隻的小蜘蛛 我想把它拔下來 我想把它拔下來 當小朋友的目光改變 世界也不同了 接下來是一連串的發現 再發現 老實在那裡還有一個 哇好多個喔 這邊真的很多個 來你們這樣想想看 這邊這些還活著嗎 那邊還有黃黃的好噁心喔 這些還活著嗎 那邊還有一個 那邊還有一個 好幾個有沒有看到 兩個吧 那邊有一個 眼睛太好了 老師你已經輸我們了 我說你們太多了 說這些之外有沒有看到這一款 這邊還有一個 然後這個比較近啊 這個有沒有看到 今天小朋友願意停下來 一個一個去找 一個一個去看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超過我想像 因為我本來想說 我跟他們比賽 我想 雖然你們人這麼多的老師 應該還有自信可以贏你們 不過今天 我連去發現的機會都來不及 因為他們每個人 發現的速度都非常快 老師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這樣很棒 其實我不用去找 我不用去講 他們就可以自己找到東西 那這樣的話 其實我反而是覺得 是最好的觀察 羅安你不像那種帶子 這可能是某一種動物 欸兩個兩個 我們來到這邊 這樣轉過去 進來 我們現在是 我們現在是在校門口的 在找的過程裡面 他們就會開始去 仔細的去看 那因此呢 慢慢的走下來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會發現 因為說 原來我是在周遭裡面 有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那今天 有這個遊戲 有這個比賽的時候 他們就會想 我可以慢慢來看 然後慢慢去寫 去想到底看到了什麼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覺得很特別 可以看到那麼多 以前沒看過的東西 發現是最好的觀察 也讓生活的故事 精彩許多 從繪製地圖開始 學習關心自己周遭的環境 即使是一片葉子 一棵樹 都可以獲得 許多生活上的感動 所以開始有第一步之後 就會有第二步 第一個生活的地步 其實是個滿容易的東西 就可以從你的身邊做起 那只要我願意開始去 把我周圍的東西畫下來 記錄下來 並不是真的畫 是記錄下來的時候 我們常常就可以開始 也許就可以開始第二步 我開始去做了 第一步的觀察之後 也許我開始去關心它 然後在有些時候 我可以慢慢的 覺得我跟它 中間產生感情之後 對這個土地 我就會產生一份 願意去保護它的 一個新意 上台的每一組 派一位代表 請你們說一說 哪一個地方 最讓你們那一組 印象深刻 那就是我們在森林裡去觀察的 這個是關童觀察區裡面游泳 這個是蜘蛛生長區 我們在那邊看到很多黃色的小蜘蛛 好噁心 有點噁心 不過也有點可愛 樹葉是我們在那個什麼 支援環都在旁邊撿到的 特別的樹 特別就是 像一個香菇 然後兩個 然後兩個樹長在一起 然後這一棵是特別 很特別的樹 因為一到冬天就會枯掉 樹葉都掉到那個地下 這裡牙蟲爬滿這個樹木 爬滿樹木很噁心 但是那個牙蟲 你靜靜的看 它還是有很可愛的一面 地圖完成了 故事還沒結束 綠色行動的效應持續蔓延 手裡拿著一張張綠色生活地圖 這群小朋友走上金面山步道 開始尋報 他們完成這個綠活圖以後 然後就辦了這樣一個營隊 然後就是要去按照這個綠活圖 然後去看這些點 然後去找這些生物這樣子 大家可以聞聞看 可不可以聞到張樹的味道 我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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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抱抱它喔 可以抱抱它喔 它身上不會有蟑螂嗎 有蟑螂好啊 這樣就不會有蟑螂助理 蟑螂 蟑螂 這棵 你今天抱這棵樹感覺怎樣 我不曉得 嗯 我是今天抱這棵樹 粗粗的感覺 然後呢 軟軟的很舒服 就這樣 樹有點刺刺的感覺 然後 有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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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面山是台北市的霍花園 這裡不但有清淡遺流的打石場 偶爾也可以和台灣藍蟑搶玉 如果不是因為這張地圖的出版 如果不是透過這樣的活動 許多人只知道金面山是一個假日運動的爬山步道 就連位在山底下的德明技術學院的師生們 每天上學放學 也都沒注意到這台寶藏 我來這裡六年嘛 那我知道這個叫金面山 但是我從來不知道它有什麼故事 我也從來不知道 哦 原來內湖以前長這個樣子 我獲得的比較多的是 我覺得 我真的就會對周遭環境比較仔細的觀察 比較會留意 比較會 嗯 愛護啦 就是這樣 嗯 比較會 用心去看每一件事情這樣子 當初只是單純的要讓德明技術學院的學生 知道學校的美 在發現綠色生活地圖的魔力之後 就設計了一連串的遊戲和活動 教導更多在地的小朋友 認識自己居住的地方 然後我們先看那隻小灰蝶 你看 我請大家看它後面那個翅膀 後面是不是有個圓圈 好像一個眼睛有沒有 對 那你看喔 它這邊細密的時候 它那個翅膀是不是會這樣子動 現在沒有了 我們等一下看看它會不會動 你今天有學到什麼呢 今天喔 嗯 學到很多植物啊 然後還有介紹很多昆蟲 那你最喜歡什麼 嗯 特別採訪 蜘蛛吧 你真喜歡蜘蛛喔 對啊 我以為這邊大概都是只有石頭吧 然後還有一些樹木 比較不可能 有昆蟲應該比較不會有蝴蝶 然後沒想到這邊很多蝴蝶 好嗎 這什麼 這叫什麼 我也會啊 卡卡眼 卡卡眼 平骨族的那個少女的頭絲 讓他們喜歡點綴 他們拿花啦拿珠珠啦拿什麼 就在弄在頭上 然後快樂的時候他們就會跳 誰說改變 就必須大費周章 有時一個小動作 一個簡單的想法 都可能轉換為強大力量 當人心轉變了 世界也就跟著改變 我們去推廣另外一個社區就很有趣喔 他們那個社區 社區有一棵大樹 可是那個媽媽呢 他們是讀書會的媽媽 會走過那個大樹去看 今天有一對藍雀來了 然後他們就興致勃勃 每天在觀察那個藍雀 甚至就說 藍雀今年來了 為什麼明年不來 然後另外一區的媽媽就說 你們的藍雀飛到我們家的花園來了 因為我們家的花園種了什麼樹什麼樹 那你聽他們這樣分享就覺得說 真的是如果人的生活裡面加入了這些故事 就是說綠色生活其實它是有故事性的 加入那個故事我覺得會豐富很多 大家好我是麗萍阿姨 這裡有一隻很漂亮的鳥 會常常來這裡 或說這裡有一棵很特別的樹 你就可以變成一個這個社區的小導遊 很棒的對綠色生活知識很有概念的一個導遊 對不對 希望從頂尖飛撞出去 畫紙上慢慢浮現加上的圖案 也勾勒出綠色生活的想像 想一想 現在如果要畫一張自家社區的地圖 你會如何下筆 看一看你每天走過的道路 是不是忘了放慢腳步 看看綠樹 聽聽鳥叫 聞聞畫香呢 做什麼 看你每天到晚會 看你吃的 守衣服 看你每天都可以幫我 在玩笑 阿姨 最近還好 就像我一樣 那一字免 點兒 看老闆 看子 看你